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动物之间的关系 人变成了动物 或是动物变成了人 动物的泥人化 或是人怎么样去模拟动物的生活 在2011年的时候 有一位17岁的漫画家 在网路上发布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漫画 这个漫画一发行造成了轰动 它讲述的是地球 在历经了外星人的大屠杀之后 只剩下两个人活下来 而这两个人活下来之后 它为了要让自己想方设法的生存 它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 也就是外星人不知道鸡长什么样子 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文字的叙述 而且外星人对鸡也是一知半解 所以就利用了这个盲点 他们将许许多多的道具 把它装在身上 这两个人就装扮成鸡 然后生活在外星人的学校的鸡笼里面 这个漫画叫庭院里的两只鸡 其实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书写主题 虽然它是以漫画的形式出现 但是它一发行的时候 就造成了日本社会的轰动 原来人的想象力竟然可以如此的有趣 那人之间跟动物之间的转换 并不是只有近代才出现的 我们把时间把它拉到古希腊 在奥维德所写的这个变形记里面 它转述了古希腊时代 九神戴耀尼索斯要前往纳克硕斯岛 但是这个水手它欺骗了这个九神 所以九神就把人变成了海豚 你可以在这个淘气上面看到人变成海豚的过程 而除了人变成了海豚之外 另外一个在希腊神话里面也相当著名的 是著名的这个河流大河之神的女儿伊娥 那伊娥呢以她的盛世美颜迷倒了就是宙斯 但是呢宙斯呢跟她发生了婚外情之后 又怕自己的老婆发现 所以她就把伊娥变成了牛 变成了牛 那变成了牛之后呢 那赫拉听得非常生气 所以她就变了一只牛芒去叮咬这一只牛 那后来这个宙斯也良心过意不去 就跟老婆认错 认错之后呢又把这个牛变回了女神 所以这个故事就告一个段落 所以人跟动物之间的互换 竟然可以如此的频繁 但是呢还有一个是更血腥更恐怖的 当时在古希腊里面 有一个叫阿卡迪亚王国 他的国王叫莱卡翁 他的女儿跟宙斯生下了小孩 但是因为这个国王 他不相信宙斯的神力 于是他把自己的外孙剁成了肉酱 然后呢拿到这个宙斯的前面 那当然宙斯是全人全智 他知道这个人间的国王要做什么 所以呢一怒之下就把他变成了狼 这个狼不仅仅是他的外在的形象 也描绘了他的内心 在英语里面的一个Lycanthropy 这个字呢就从莱卡翁的名字 变来的转化成狼人的能力 你可以看到动物跟人之间的互换 是神话 是传说 也是文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 为什么我们人类想要变成动物 而动物的宁仁化 因为代表什么样子的艺术风格 在动物跟人之间的互相转换 到底我们可以发现 人类跟动物之间有什么相同 还有不同之处吗 美国的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 在他的小说《野性的互换》里面 他以一只这个狗狗巴克的故事 来让我们看见了 从文明走向荒野 然后从幼稚迈向成熟的境界 究竟巴克的故事 在人类的这个文学里面 它代表了什么样子的含义 而人在荒野跟自然之中 又会确立什么样子的自我呢 我是谢乐清 欢迎收看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野性的互换》 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 于1903年发表的 经典动物冒险小说 多次被改编成电影 被誉为世界上最多读者的 美国小说 为什么这本小说 会这么受欢迎 那杰克伦敦通过了 这部《野性的互换》 它要歌颂原始的大自然 冒险泛滥的勇气 那并且用这个来批判 我们现代文明 人类的虚伪矫情跟懦弱 那就这个层面而言 《野性的互换》这本小说 其实它也点出了美国 它有别于其他欧洲文明国度的 那样的一种立国的精神 就是探险 然后就是勇敢地挑战 那无怪乎成为最多人阅读的 一部经典之作 本书的主角是一只名为巴克的狗 有着圣伯纳犬 夹牧羊犬协同的它 不仅身材高大挺拔 还有一副聪明的脑袋 原本在温暖的南方 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它 被拐卖到严寒的加拿大 玉空地区 作为雪橇犬 在运信件 自此巴克的生活 产生了180度的转变 为了生存 巴克体现到 混棒和立芽就是律法 不听话就得挨打 为了生存 巴克学会争斗和抢夺 领悟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即使学会了生存法则 还有更艰难的日子 在等待着巴克 他在近乎没有休息地跋涉 2500里之后 因体力不弃而被贱卖 既无知又残暴的新主人 茶点害死巴克 幸而遇到桑顿 好心将它救下 誓死对桑顿效忠的巴克 为桑顿一行人 立下一个大功 我的狗能拉得动500磅的雪橇哦 我的狗比你更强壮 它可以拉600磅 我的狗可是拉得动700磅的 你们别吵了 巴克可以拉动1000磅 包括雪橇起步 加上拖着它走100码吗 没错 包括雪橇起步 加上拖着它走100码 我真的拿出1000元 堵它办不到 钱在这边 我外头正好有一部雪橇 载着20代50磅的面粉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件事 你能借我1000元吗 没问题 不过我也不太相信 你那狗真能办得到 于是所有人来到大街上 为师傲在那台 载着1000磅面粉的雪橇旁 等着看这场好戏 三对一 我在另外加上1000元赌注 有没有意见 桑顿 喂 先生先生 还没彼此之前 我出800买它 还凭它这一亮相 我出800 你得退开它身边 让它独立演出 不能有人靠太近 桑顿在巴克身旁 双手抱着他的头 脸贴着他的脸 祈宇你爱我 巴克 祈宇你爱我 巴克带着压抑的热情 低声回应桑顿 人群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幕 好了 巴克 巴克绷紧缰绳 然后松开几寸 香油 巴克用力向右一摇 左 雪橇被启出肩冰中了 好了 跑 巴克身体前倾 绷直缰绳 光泽的毛皮里 肌肉结成一块块硬块 他胸腔贴近地面 在雪地上 逃出平行的抓痕 人们倒出一口气 当巴克奔进那标明一百码镜头的柴堆 瞬间响起如雷的坏呼声 人人黄欢尖叫 桑顿却跪在巴克身边 头靠着头前后蹦动他 喂 先生 先生 我付一千元买下他 先生 一千二把 先生 不卖先生 你滚一边去吧 先生 我对你无可效劳 旁观人群仿佛受到驱使 全部尊敬地 退开一段距离 不再上前干扰他们 看似讲述一只狗的北地大冒险 实则隐喻现实社会的人性 及对文明的粉丝 本书不仅是杰克伦敦 评价最高的作品 更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亲爱的读书 看今天陪你读什么书 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 台中女众的同学 跟我们一起共读野性的呼唤 欢迎台中女众的同学 那我们今天要共读这一本呢 是在英语文学史上 非常特别 也重要的经典野性的呼唤 那有哪一位老师 要跟我们一起加入呢 我们一起来欢迎知名的作家 也是大地旅行家 李后冲老师 那也跟同学们分享 因为后冲老师呢 曾经在阿拉斯加待过一段 相当的时间 而这时间里面呢 后来回来也写了一个 《阿拉斯加归来》 《野心的呼唤》这本小说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场景 是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用简单的话来讲话 阿拉斯加对我来说 曾经是一个像梦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好像在一个遥远的国度 你无法想象 无法理解 如果严格来说要怎么样讲 因为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原地形 然后它非常平缓的丘陵 上面长着各种的树木 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形 叫苔园 非常古老 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青苔 叠成这么厚这么深的一种草原 你踩进去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大概陷到大腿里面 全部都好像在沼泽里 它是一个又潮湿又干燥 又寒冷 又有温度 然后充满生命力 非常野 但非常有一种 又爱又害怕的一个土地 是 所以同学们听到厚松老师 跟你 跟我们来分享 阿拉斯加的这个土地 大地风貌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好像跟我们生活的台湾 或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 完全地不同 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聊到这个呢 是因为在小说《野心的互换》里面 它最主要的这个故事场景 也就是今天的阿拉斯加 那这本书呢 实际上很多人在看 在看野心的互换的时候 可能不太了解它是什么样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狗狗巴克的历险记 对不对 怎么样从文明走入荒野 但从荒野里面回归自然 荒野跟自然这两个概念 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呢 待会我们也会跟同学们 一起来分享 不过呢 我要先请同学们 把圈插牌准备起来 那你们看完《野心的互换》之后 喜欢这本书吗 大家都喜欢 来 厚冲有没有觉得想听听 哪一位同学的看法 好哦 有一个圈长得特别厚的那一个 就是四号的同学 就是他虽然整个小说 他的内容篇幅比较短 但是他也是很详细地描述 巴克他在各个阶段他的处境 然后他个人的状态跟他的想法 然后还有他在描述 就是书中的动物 他们的行为跟特征 都是都把他描述得非常鲜明跟生动 就是好像我们就真的可以看到他的一举动 好谢谢亲吻二号的云珍 来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喜欢这本书为什么 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 这本书它是由一个动物的视角 去描写整件事情 而且它跟一般的书不一样 一般的书很多主角 它会有一种主角光环 就是它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顺风顺水 然后可以顺利地解决 但这本书其实是很深刻地去描写它 在很多事件里面 就它所遭遇的挫折跟一些困难 五号的同学恩佳 一是因为他的篇幅很端小 然后但在每一个小小的段落里面 可以看见巴克历经不同的主人 发生的不同的事件的精彩的一生 然后这些经历其实平常我都是不会预见的 非常有新鲜感 二是我觉得作者非常善于 然后会人物的形象 他们的个性还有心目历程 这样许多的事件的产生是蛮合理的 而且观众可以有很好的代入感 甚至共情的 然后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有个疑问 就是巴克为了抢食其他同伴的食物 它是不是一种恶的行为呢 同样的事情套用在人类身上 那我们人类抢食其他人的资源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恶呢 我觉得恩佳提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问题 有个台风把我们家吹出了一个找不到的波动 然后开始会有隔壁的老鼠 跑到我们家做客 同学们把圈插牌再准备好 让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说为了生存 然后去抢夺别人的资源 是错误的 是为二的话 你就画插 这是不对的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你就举圈 那我们来看一下喔 一 二 三 只有一个人是举叉叉 其他的人 你也换过来了 再让我失望了 来 又齐 善跟恶是人类自己的道德标准 那在我的心中 如果为了生存去抢食食物 这并不是恶 我觉得所谓的恶应该是 在我已经吃了饱 我可以活下去的状态下 我为了我自己的欲望 我再去抢食别人食物 那我觉得这才是我心中的恶 我认为巴克他为了生存 那这并不是恶 但如果套用在人身上呢 例如说我今天就是没有钱了 所以我觉得我去超商 或者是我去其他的地方抢钱 这样可以吗 我是为了生存喔 我不是为了欲望喔 如果真的没有钱吃饭 那你有很多其他的途径 你可以去寻求救济 或是你可以寻求其他人帮助 不一定要以这个方式来 吃饱或是活下去 是 人类毕竟跟动物不一样 对不对 这是你的观点嘛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 我要问你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厚冲老师 就是你自己怎么样看待 就是说在物尽天则 适者生存 无论在大自然 还在人类的社会里面 巴克拿走他的食物 不是善或饿 因为他有太多的时间空间的组成 但是再回归到 我自己称为这本书给我的禁止 我觉得他是饿吗 我反而在这边看到了 我对饿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对 他到底是什么决定 我看这件事情是饿 好像拿到阿拉斯加他不是饿 可是我现在在便利商店里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行 然后是因为生存的压力吗 阿拉斯加没有人可以帮你 所以你可以为饿 但在这边你有很多资源可以支持你 让你不用为饿也可以活下去 所以是因为那个物资的窘迫 让我们有这个想法吗 我觉得就很有趣 是 因为饿这个字 所以如果从汉字上来看 上面是什么 亚洲的亚 对不对 下面是什么 心态的心 那之前有研究资源的专家们 他说因为你的想法跟现在的社会不一样 所以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跟我们所运作这个社会的这个规则 有了抵触 这就是一种恶 这个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 那当然在野性的呼唤里面 除了刚刚讲到了就是巴克 这一只奇特的主角 然后他怎么样呢 就是从富裕的南方 然后来到了严酷的北方 那这个北方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听一段头学的浪语 冰床随时可能崩塌 只有傻瓜 瞎打误撞 碰上好运气的傻瓜 才能安然度过 坦白告诉你 就算把全阿拉斯家的金子都给我 我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 在这种府冰上冒险 我想大概因为你不是傻瓜吧 总之我们要到道森去 起来巴克 喂 快站起来 然而 狗队并没有在哈尔的命令之下站起来 长边带着无情的使命到处呼啸 约翰桑顿紧咬着嘴唇 这是巴克第一次失职 光是这一点 就足以叫哈尔暴跳如雷了 在持续不断的棒打中 他体内的生命祸花 摇溢不定 渐渐微弱 几乎快要熄灭了 这时候 约翰桑顿忽然毫无预警地发出一声 欲音不清 酷似夜瘦叫声的呼吼 对着那名挥舞棍棒的男子冲过去 要是你再打那狗一下 我就杀了你 这是我的狗 别挡我的路 否则我会修理你 我要到道森去 光断站在他和巴克之间 本豪没有让开的意思 哈尔抽出他的长猎刀 桑顿用斧头握柄 狠狠敲在哈尔的手指关节上 把猎刀打落在地 当他试图捡起长刀时 桑顿又再敲他一记 然后自己弯腰拾气 各端细在巴克克身上的两条碗绳 哈尔已经尽失所有斗志 再者巴克一直奄奄一席 在拖雪橇方面 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巴克目送着他们离去 此时雪橇已经走到四分之一里外 突然间 他们看见他的尾端往下陷 跳入一道雪沟里 正断冰层立即裂开 四条狗三个人瞬间消失踪影 只见到一个正在裂开的大洞 这条雪橇的冰床已经崩溃了 你这可怜的家伙 同学们跟我们分享的是 巴克跟他最心爱的主人 相遇的这一段 那这个段落呢 让许多人在看到了 就是说还有人性的温暖 人性温暖 虽然演戏的话里面讲的是 一只狗狗的故事 但是呢 人的这个词跟爱这个概念 在这个段落展露无疑 那刚才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朗卓同学里面是 又齐对不对 好那又齐 你念完这一段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 我对这一段的感想 就是我觉得 其实巴克就是他是一只狗 但是很明显可以在桑顿身上看到 他把他当成他的家人跟朋友 但是对于哈尔来说 他就是把他当成宠物 是一个工具 就是很明显地感受到 在线上的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跟动物相处的经验 一二三 你想听听谁的看法 立倩 来立倩 几年前有一个台风 把我们家吹出了一个 找不到的破洞 然后开始会有隔壁的老鼠 跑到我们家做客 然后我妈妈就会变成尖叫机 款待他们 经常就是我们家整晚会在尖叫鼠票 人热闹中度过 非常精彩 那在与这些老鼠的相处当中 我体会到什么叫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过户老鼠 妈妈超怕 来来谢谢 来柔宜 我奶奶家会有养很多很多的狗 可是那些狗是就是有一天突然来 然后看到我奶奶有喂他们 然后他们就自己住下来 然后就他们会固定去一个地方吃东西 但是他们又很怕人 所以我们家就是处在一个就是 好像有养狗 但是好像狗又怕我们的一个状态 在线上的同学里面 家里有养动物的举手 让我看一下 家里有养动物的 有一位 只有一位而已 那我来听一下圆圆 你们家养什么 我们家养鹦鹉 他们怎么跟你相处呢 他们很可爱 然后每次放学回来 从楼下就车门打开的时候 就会听到他们三个在一楼 就客厅那里就叫得很激动 那三只里面有一只是来比较久的 然后它就会讲话 然后我都会跟它玩 你知道鹦鹉可以活跟人类一样久 你知道 可以这么久吗 对 没有错 鹦鹉可以活非常久 鹦鹉好好养的话可以活五六十年 其实同学们跟动物的互动 其实都有很多经验 不过我们要听一听后冲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从台湾然后到海外 然后在不同的动物的互动经验 有什么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一次我带着一群孩子 要去爬玉山 然后那里玉山之前 有个叫塔塔加安部 然后那里有一个叫 露林山庄的地方 有个大草皮 然后在大草皮那边 很适合吃午餐 我就带着一群学生 大概二十几个人 我们就在那个草皮 就是开始吃东西 你们有应该都听过嘛 就是猴子可能会来抢食物 你们有听过吗 然后有看到你们点头 谢谢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遇到 一群猴子包围我们 一群二三十只 然后我们就是二十几个 圈圈在这里嘛 然后旁边一群猴子 然后开始会有些年轻的猴子 出来这样 然后我们就觉得 干嘛 你干嘛 然后我们就派出比较年轻的向导 然后就看到两个猴子 好像人也是猴子的一种 然后就在那边 其实有毛的跟没有毛的 对…还有扫尾巴 然后我们就有一点 人猴之间好像那个压力很大 然后那时候旁边有一些母猴子 抱小猴子 然后在旁边看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现在到底什么状况 是他们真的来抢我们食物吗 然后后来我决定做一件事情 我想说那个草地很宽 我就不要在正中间 我就到旁边一点 结果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们根本没有来想要吃我们食物 他们就一群猴子 全部降落到那个草地上面 然后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圆形 就跟人类一样 年轻的猴子在外面负责照看 然后他们就母猴子小猴子 他们就在草地那边晒太阳 开始吃中餐 结果那是他们的餐厅 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抢了他的地方之后 那些年轻的猴子是说 干嘛 这是我们家 你在那边吃饭 我们 换我们了 然后我们的那边的人以为是 那些猴子要来侵犯他的 侵犯我们吃饭的食物 结果事实上是个误会 就是兄弟抢户牌 没错 结果是他们好开心地在那边 一群母猴子带小孩子 开始小猴子在那边吃东西 他们吃自己采到的东西吃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一群人在旁边吃面包什么的 然后看了那一切 我突然感觉到我跟他们好像 是 那这种生活的体验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可是呢 到底人类要怎么样跟动物来相处 能跟动物如何相处 你知道我这个朋友在柴山的便利商店工作 有一天就听到叮咚一声 他就很吓意识地 欢迎光临 然后就看到一只猴子走进来 然后就把面包拿走了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说 现在是这样 我要说谢谢光临 然后 我的意思是人类如何跟动物相处 不如说 现在很多在城市里生活的动物 反而是 有些 同步适应人类 如何在人类的世界里相处 然后 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概念 大概是 我非常非常喜欢看到动物在他们 原本的栖地活着的样子 我觉得那个相处就像是 我们人类会一直改变动物的行为 如果我们人类用一些我们认为对它好的方式 你知道猴子们它也有传承 就是你可以想像有那种长老猴 很像哲青大哥一样 我是长老 然后一些小猴子就会叫 我跟你说现在 什么季节有什么果实可以吃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取得这些东西 然后可是人类去了之后 就看到猴子好可爱 开始猴子吃啦 猴子吃 都给你吃 然后结果猴子吃完那些东西之后 就不喜欢吃果实 然后慢慢就没有人去跟老猴子学东西了 然后到了最近疫情不是吗 前阵疫情就有一群猴子 因为人类都没有来给他们吃食物 然后他们就呈现一个非常困惑的状况 就是 等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人上来 而且老猴子还没有机会 传承他们的智慧的时候 他们的本能就会被消磨掉 他们反而变成 依赖人类才能生活的一群动物 然后真的会遇到很多 就是变得过度肥胖 得糖尿病的猴子 对 所以后头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个概念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那相信就是同学们可以 接下来可以好好思考 就是我们人跟自然之间的动物 或者是跟大自然之间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来互动 不过呢 我们再回归到 野性的呼唤这本书 那这书里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 非常明显的 也就是冒险 那冒险 到底我们可以付出什么样子的成本 支付什么样的成本 然后呢 我们要承受什么样子的代价 这实际上呢 也是野性的呼唤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 要跟大家来讨论的这个细节 那当然呢 作者本身 杰克伦敦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 那么他也是一个冒险家 那我记得我在高中 我现在跟你们 就是跟你同学们同样年龄的时候 我第一次接触到 野性的呼唤的时候 我觉得太棒了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书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人生 从木桶 有很多的艺术家当过木桶 包括了文艺复兴之父乔托 他也是从木桶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呢 你看到他有罐头工厂的工人 然后他当了牡蠣的采集员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16岁开始 他已经辗转从美国 然后来到了加拿大的贫民窟 然后17岁开始出海 那接下来不仅仅是参加了社会运动 而且他在21岁的时候 也参加了美国的韬巾巢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也已经磨练出来 他对生命的很多的看法 所以到了27岁 他就写下了野性的呼唤 不过大家同学们应该有注意到 就是他在逝世的年纪 他只有40岁而已 所以以作家来讲 他也是相当相当的年轻 那么在他创作的时间 这边从20几岁到40岁这中间 他写了许许多多 快智人口的文学作品 而这些文学作品的核心都是冒险 有没有同学有没有在脑海中 具体而为或者是天马行空的 想象过你想要去什么地方旅行 冒险 而你做的准备又是什么呢 我现在听一台1号的预画 就是想要缩小到就是 灰尘的大小 然后来用普通的视角看家里长什么样 就是我会想要到沙发里 看平常我滚了什么东西进去 然后会想要到就是床底下看里面 就是我平常晚上我摔在那边的地方 那下面到底长得哪些 然后我会想要就是找一些 可能在我枕头上啊 就是听说就是会有尘满 那我可能会去找他看看他长什么样 然后再去厕所里看一下牙刷 我们平常拿来刷牙的东西 到底有多张 那好 我觉得同学分享非常有趣 我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常常对一些别人认为 有点恶心或脏脏的东西 充满了好奇对不对 其实我也想做这样的旅行 不满你说 来云真来 来跟我们分享 我希望我的冒险是我可以搭着火车 然后就带一些骰子 然后就用骰子去决定我 下一站要在哪里下车 然后就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平常其实不会去到的地方 其实对我来讲 就出门我如果旅行一定会带的 就是一个背包而已 就是刚刚的老鼠的力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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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冒险规划呢 是有点借鉴于Paul Thoreau 他在旅行的道里面所提到的 我把它就是稍微做一点修改 然后改成我的冒险规划 因为他的第一项就是live home 所以就是从家门走出去 然后go alone就是独自旅行 然后他说要走路路 然后要越过国界 要写日记 读一本与这趟旅行毫无相关的书 然后最后要交朋友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把它想的实际一点 是一个冒险的话 那我觉得剩下的就不能冒险吧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冒险的规划 关于走路路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请教后冲老师了 走路路 你现在开始都走海路了 对啊 那索鲁的想法跟你这些想法 你现在在海上这样子冒险翻来之后 那你自己想法是什么呢 冒险嘛 他说走路路 我觉得走路路有一种很有趣的感觉是 你在上面很容易遇到人 或者是人或者是建筑或是森林 可是你走海洋的路的时候 有时候你遇到的东西 它周围一切都在流动 都在变化 然后在那边对我来说 它的冒险性质可能会 确实对我来说走水路 比走路路更加冒险一点 因为它更加不稳固 它更加难以预测 它的变化就像是每一个转弯 它就可能整个水温就改变了 然后而且你可能完全没办法违抗它 你走路路你就好我今天不行了 我要回家 在海路上可能你回去了家 你就被海浪送到你想像不到的地方 这样讲好像走水路没有叫冒险 可是对我来说 真实核心的冒险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陆地上或者是水域上 再回应到刚刚第一个同学说的 对我来说好像在家里变成灰尘 好像不起眼 可是对我来说冒险的第一个要素 对我来说的话 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叫好奇 对世界的好奇它会长成热情 然后它会去创造 你要去冒险所需要的燃料 那我就想问同学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果旅行要留下一个物件 你到底会带什么呢 来 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手机 衣服 食物 相机 精神支持的物品 相机 钱 眼镜 我觉得食物好多 来 你们真的好怕恶到 如果没有带钱可以路上再赚 可是如果看不清楚 可能连赚钱都有困难 是 你这样答的也是对 我好怕你讲说没有钱住上可以要 还好 还好没有到那样子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让我来好奇问一下 刚才有一个同学的答案非常奇妙 叫支持精神的物品 是要看我对于那个地方熟不熟悉 比如说我要在重游柴山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带当时的票根 还有与家人的合照 或是我在那边有买一只动物的娃娃 然后假如说我现在运进有什么困难 但是我又没有什么东西联络的话 我只要看到那个娃娃我就会想说 就是我要让她再回到家里面 生出了生存本能 比如说跟路人借食物 或是比如说在一个寒冷的地方 我就会尽量找东西吃生活干嘛 就是尽量积出了生存本能 是 我觉得听你的回答 你真的很需要上李后冲老师的课 不过呢就是在你的分享里面 比较像是纪念品 对我来说啦 比较像是纪念品 我来听一个手机好了 手机的 刚刚是谁有回答手机的 举手是谁 好 其实我带手机的原因 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很爱玩手机 我是比较固实的状况去思考它 那手机现在其实非常便利 可以联络 我可以把钱处置在里面 然后我也可以用它查询东西 然后预购东西 就我觉得刚刚听到你们要带的东西 我都在想 可能那个对我心中的冒险 要去的地方不太一样 是 然后要带的东西当然就是 我听到很多就是生命当中 第一个要面对的恐惧 或者是它需要的 需要好像比较多功能的东西 可是我一直很想要跟你们分享 教我走进自然的老师 他常常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 依赖的东西越少 你的自由越大 然后再来一句就是 如果你能够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创造越来越多 给自己的自由 而不是依赖你必须带去的东西 你所带的东西 越来越少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 进入到你生命的东西 就越来越多 所以刚刚我想这个节目 他说我们谈到现在 只带一个东西 最轻最少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去面对更大更广的世界吧 对啊 像是这样的感觉 是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出门 我如果旅行一定会带的 就是一个背包而已 至于放什么东西进来 那就在路上 看看跟什么相遇 那除了在旅行的准备之外 那么野心的互换里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巴克在历经生命的磨难 在北方的冒险之后 然后走向他的结局 也就是荒野 在荒野里面 你喜欢这样的结局吗 你们认同生命的苦难 可以让我们成长这句话吗 认同的话就举圈 有没有很特别 是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对不对 你想听听谁的想法 那我先听那个圆圆的想法好了 圆圆的想法 我觉得人生要经过一点苦痛 就是才会有所成长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人的苦痛 跟我的苦痛定义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这里的苦痛 可能我定义的就是 比较严重的那种苦痛 可能是失去家人 还是破产之类的这种苦痛 在我的想法里面 我会觉得经历苦痛 它可能又会分为两种 就是一种是 他就是已经克服了这个苦痛 那他当然就会有成长 但他如果因为这个苦痛 然后就自暴自弃 或者是他就停滞不前 那我觉得他 其实就不会有成长 而且在我的想象里面 其实苦痛是加速我们成长 就你也不能说 我们好像没有经历风雨的话 我们就会都没有成长 就是我们会跟刚出生一样 然后就完全没有成长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对的 好 这是同学的想法 好 那我们听听下一位 有没有谁想法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 有些人可能会拿这句话去 就是去劝勉一些 可能正在遭遇苦痛的人 可是其实我会觉得 虽然他有对有错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不太适合 就是拿来给一些 正在面对痛苦的人 就是如果他已经经历过了 那你可能就会 以他经历过之后的结局 去决定这句话 到底是有意或者是无意 但是如果你正在经历过苦痛 其实我觉得 就是这句话 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我来看来 句不是对不是错 就是它是一件 没有意义的一句叙述 最后一个 来让你点 易贤好了 好 易贤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人不一定要经过苦痛 才会成长 就是如果我把人生比喻成 爬了踢的话 让我们每个 其中会找自己的目标 设定在不一样的地方 让我们每天这样生活 就是我们一定会 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 不一定是苦痛 甚至它可能是一些 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心得 然后因此地成长 然后最后达到 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好 谢谢同学分享 但是关于这件事情 我们要请教一下后冲老师 到底是环境去改变的人 还是人本身的性格 造就他自己的命运呢 这对我来说 人有两个超能力 适应力跟想象力 然后这个适应力就代表是 让环境决定我的性格 跟我所处的这个状态 但我们的适应力 又会透过我们 想要更适应这个环境 去改变这个环境的状态 就像我们创造的城市 再回归到你刚才的问题 就是究竟是环境决定 还是你的性格可以决定 环境会铸造性格的一部分 但是你的最核心的那个性格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所以我有时候会很难确定说 我的性格真的属于我自己吗 因为那属于我曾经发生过的 一切包含我的家庭 但是我走了这么多 在人有自由意识的这个选择之下 我现在来到这里 然后我好像可以决定我是谁 但我是谁这个东西 又是有好多东西共同决定的 是 所以在最后啊 想要请你跟全国的读者朋友分享 到底我们可以从野性的呼唤里面 至少从你的观点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或看到什么 我觉得野性的呼唤里面有一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跟有感觉的部分 就是那个巴克他对于 环境的适应跟接受能力 他面对位置的能力非常的惊人 什么叫面对位置 不同的主人是一个位置 他不知道他接下来面对哪个主人 然后他面对位置 他从一个舒服的空间 到一个阿拉斯加这样的场域的时候 他在学习一个东西叫做 如何改变他自己去面对这个位置的环境 如何在这个位置当中 找到自己可以立足的空间 但是他又可以选择 将他的心告诉他 他不能够再往前的时候 他停在他该停下来的地方 然后到最后呼应到 原来他是属于 他里面有一个部分嘛 他凝视着那个古老的火焰 他甚至看到他的祖先 所有的祖先都在他背后 有一个他非常深厚 铸造他内在在他非常里面的 那个灵魂的呐喊的声音 直到他回应的那个声音 他回到真正属于他 至少在书里面 书里面有一个是 回归荒野真的自由了吗 至少这只狗 这个巴克 他在里面找到了一种自由的定义 他不再属于任何主人 然后他属于他自己 属于他心目中 然后内在的那个渴望的群体 是 在这些经典文学里面 他点出来的 虽然看到的是一只狗狗巴克的故事 但是更重要的是 人在历经的磨难之后 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子的自己 到底我们是谁 然后现在的样子 真的是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吗 这也是野性的呼唤里面 在里面想要跟大家来聊的 那希望这本书 在人生的日后的路上 还可以陪你们 还可以给你们更多的想法跟启示 那今天非常感谢线上的同学 谢谢你们 也谢谢欧童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青春来读书 看今晚陪你读什么书 在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所了解的 这个美国文学里面 当然我想到了就是惠特曼 或者是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的海狼 白牙 跟野性的呼唤 这三部曲里面呢 它勾勒出来的 不仅是美国人的冒险精神 更重要的是它呈现出 这个极北的荒地 它的残酷 无情 还有人跟人之间 要活下去只能依靠彼此的善意 而在这个彼此善意的 这个传递里面 有许多的作家 他们书写的方式都非常的特别 像我手上拿的这本书 是由张曼娟老师 他所导读的课外读物系列 那曼娟老师呢 他选了包括了像 借川龙之介 王尔德 乃至于是契可夫 还有奥亨利 这四位作家呢 都是以这个中短篇为主 而手上的这一本呢 张曼娟读奥亨利 大家可能都有听说过 这个奥亨利的爱的礼物 爱的礼物呢 讲述了一对夫妻想要送彼此礼物 但是他们却穷得 没有什么都身无分文 他们只好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拿去交换彼此 把他们心目中认为最宝贵的 但我们在这故事里面读到的 是另外一种生活的矿位还有温暖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 不妨去细细地体会 那除了这个短篇小说之外 另外一个我想要跟大家来聊的 是这本书《娃娃谷》 那娃娃谷呢 它曾经是美国文学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从这个影视歌星的浮华生活 那么到同志之间的情谊 乃至于呢 是这个次文化的这个 兴起跟堕落 这里面有非常写实的描述 而这里面呢 也让我去想到了 就是在美国的文学传统里面 他们对人性的刻画 还有对都会生活的书写 它里面的冷漠跟苏黎 它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而《娃娃谷》正是一本这样的书 那么它讲的是女性 在一个她们自我要觉醒的年代里面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抵抗物欲 或者是这个世界 各式各样的攻击丑化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 让自己的灵魂不要再堕落 虽然有一些这个道德教化上的意义 但是《娃娃谷》 无论是她的小说 或是改编成电影 一直以来 就是美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 那最后面呢 想要跟大家讲到的 《以动物为敬》 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让我们去了解动物的一个书写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卡夫卡除了描绘自己的死亡之外 它写更多的是 把自己编成各式各样的 变成狗 变成燕鼠 变成猫 那为什么我们人会把自己描绘成动物 而我们赋予动物情感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又是什么 这本《以动物为敬》里面呢 它透过了文学神话 还有基于所谓的文本解读的各式各样的专业的角度 让我们看到 动物在人类的艺术 还有文学里面 它扮演了一种独特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人跟动物之间的互动的关系里面 我们看见了 人实际上并不是万物之灵 人只是整个世界或动物圈 生物圈的一部分 而在这一部分里面 我们真正要看到的是彼此的平等对待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马上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更多有趣的书籍资讯等着你哦 不见? 公岛